賞月烤肉哪裡最合適 你在的地方能順利看到月亮嗎 週五一直到下週一段時間 其實都還是以偏東北風的環境為主 所以迎風面都還是會有些降雨 尤其在明後兩天呢 水氣會稍微增多一些 所以桃園以北地區的降雨 就會增加轉為局部短暫震雨 天氣專家指出 台灣賞月指數滿分五顆星 桃園以北迎風面和東半部 雲量偏多有可能會有短暫雨 看到月亮的機會比較要碰運氣 桃園以南到嘉義天氣相對穩定 有五顆星的高分 台南以南受到午後熱力對流 降雨後雲散的時間比較晚 但還是可以看到月亮 飛兵東方海面上 其實是一個大的季風低壓的環流 那它這個季風低壓裡面 其實就形成一些熱帶擾動 那我們看到是目前這個熱帶擾動 結構都還是比較鬆散一些 所以它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有較明顯的發展 專家預估這熱帶擾動 可能在週末增強 行程台風的機率高達七成 不過影響時間會在四號之後 那如果我們要中秋節當天 也就是農曆十五號的時候 剛好又遇到滿月 其實機率大概就是 就是不一定會那麼剛好 那今年呢 剛好滿月的時間 就是落在中秋節 滿月在中秋之所以特別 因為滿月大多發生在農曆十六號 只有約三分之一 會發生在農曆十五 所以中秋節要遇到真正的滿月 很難得下一次可要等到二零三七年 而且今年中秋的月亮大小已經接近超級滿月 想看的民眾記得在中秋晚上五點五十七分 往東方看看 一睹這個難得許可 三年七分的蔡宇宇宇宇宇宙台北參謀報導